把妄心当作真心还有什么求呢 我现在就真心了 对人对死我都真诚了 这是首先要把它辨别起错 你心里面只要有妄想执着 这个心就不是真心 就是妄心 我们看这个第一段 至尘心 这是解释这个第一个至尘心 至的真 臣的实 就是臣实 真正 真心就不是妄想 实心就不是虚情假意 所以一切是真诚 这个真诚 是我们真心的本体 真心的本体 身心跟回忆下发愿心 就是这个心的作用 就是真心的作用 身心呢 是对自己的作用 我们讲自己享受 自受要 回忆下发愿 是他受 也就是我们用什么心对自己 也就是我们用什么心对自己 用什么心对人 真心起用 佛祖号哪有三心 绝对不会有三心 就是一个心 一个心是一个体 两个用 一个自受用 一个他受用 不要一个只三个心 那就搞错了 三个心是决定 不可能的 那么他跟儒家所讲的 真是不谋而获 儒家教学 它有三纲帮 对于修学的程序 也讲得非常清楚 他说 各无智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智过 凭天下 这个次序 八个次序 油条不完 跟大臣菩萨行 完全相同 只是我们用的名词 不一样 八目当中的 诚意正心 这两条 就是我们此地讲的三心 诚意 就是心知本体 就是我们此地讲的智成心 正心 就是心的启用 儒家 把自受用 他受用 合成一个 正心 那么佛法呢 讲得详细 把这个 受与作用 分为自受用 跟他受用 分成两个 实际上 他的意思 只有开和不同 其实是完全相同 那么要怎样 使我们的真心 行 那就要先要明了 人人 人人都有个真心 一切众生 都有个真心 为什么真心 不能先行 在佛法里 真心一先行 这个人 就叫菩萨 就不叫凡夫 凡夫用的是什么心 你说妄想 真心 真心 没有能够先行 为什么不能先行呢 他有障碍 把他障住了 那么这个障碍 佛在华言 经商 跟我们 透露出来 说妄想 执着 只要有妄想 执着 你的真心 就 透不出来 就不起作用 妄想 扩展成为所知症 执着 因便成为烦恼症 所以我们佛法里面讲 二症 烦恼症 所知症 儒家将诚意 真心 他也知道 也是有障碍 必须破除障碍 真心才能行路 他也知道 这两种障碍 名词不下头 他首先用格物 格物 就是破烦恼症 物是什么 物是欲望 欲望就是烦恼 物欲就是烦恼 格 是给他格斗 也就是要把他阐除 要把他打倒 格斗的意思 格除不欲 这叫格 破烦恼症 然后致志 致力于智慧 智慧现前就破所知症 所以他跟我们佛法 你看在这个修学过程 那个功夫得劣之处 是完全下头 格物置之之后 亦就成了 这个真心 真心 真心起作用 那就是真心 我们中国人讲的 真霸光 善道大叔在此地 为我们开始 理论与方法 兼而有之 我们细细地在体会 这个旁边这个小段落 是我们把它揭露出来的 这样看起来就显摸了 我们看第一个小段 与民一切忠诚 身口意义 俗修皆行 必须真实心中做 于是希望 明是明了 一切众生 是持九法界众生 当然 九法界 第一个是菩萨 菩萨不能 菩萨已经究 声闻原觉 也不难 为什么呢 烦恼波 他们的烦恼比我们少 容易 最麻烦的 就是我们六道的凡夫 六道凡夫当中 特别是欲见凡夫 妄想 执着 特别 严重 佛菩萨 虽然给我们讲的 真实心 真实心 我们就很难 体会 每一个人都自己认为 我真心 我真实心 过过人都是真实心 其实 全是妄想 把妄想当作真实心 这就没有开悟的指望 如果小的 哎呀 我现在又不是妄想 真心 没有现出来 这个人还有救啊 他还能求真心 把妄想当作真心 还有什么求呢 我现在就真心啊 对人对死 我都真诚啊 这是首先要把它 辨别起错 你心里面 只要有妄想执着 这个心就不是真心 就是妄想 所以 我们身体的造作 口的言语 意的念头 那就是我们所修 我们所理解 我们所行的 样样都要真实 所以学佛的人 不仅是 我们对佛菩萨 成心成义 转过头来对人 对人就用另外一个行动 这个不可以 这不是真心 真心 纯意 我用什么心 对待佛菩萨 我要同样用这个心 对待一切众策 对人 对死 对福 那么这个策真实 阿 尼 佛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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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